好 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词 咱们来看一看这个牺牲献出 这个非常重要的动词 我们跟老师先大声读一下 注意 重音在前面口型发 诶 嘴要张开啊 大声里面 sacrifice 好 再来一遍 sacrifice 叫做牺牲或者是奉献 我们首先看看这个词该怎么来使用 我们先看它的搭配 首先记住这个词啊 它后面一定跟这次for来搭配 sacrifice 为了某个目的而牺牲或献出了某个宝贵的东西 都行 咱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很多妇女为了她们的家庭 牺牲了自己的事业 many women sacrifice their careers for other families 很多妇女为了家庭牺牲了放弃了她们自己的事业 可以用它 这个搭配比较精彩 不错 那么我们再看本文中 在本文中咱看这篇课文 本文中的第四行最后到第六行有这么一句话 第四行最后到第六行 这句话说 such is human nature that a great many people are often willing to sacrifice higher pay for the privilege of becoming white color workers 他说什么呢 他说这呢 本是人之常情 人的天性 什么是人的天性呢 很多人愿意牺牲更高的收入 为了什么呢 为了能够成为白领工人这种所谓的特权 所谓的好处 依然是sacrifice something for something 还是跟戒字货 你甭管谁写这搭配是固定的 你变不了 咱们再在另外一课书中再找一个例子 大家请翻书 请看二百零四页 二百零四页的第十六行到第十七行 就是四十四颗里边 二百零四页的十六到第十七行 有这么一句话 他说 relatively few people are prepared to sacrifice holiday time for the pleasure of traveling by sea 他说相对只有比较少的人 be prepared to do 是愿意乐意的意思 愿意牺牲他们价值的时间 为了什么呢 为了那种在海上旅行那种所谓的乐趣 为了某个目的而牺牲某个东西 sacrifice something 一定记住佛 记住李老师的话 记单词不如记搭配 否则的话你单词是死的 记住搭配的活了 拿过来就可以用了 这是牺牲 牺牲说白了是一种放弃 只不过是放弃宝贵的东西 为了一个崇高的事业而牺牲 但是我们知道生活中放弃 表达很多 比较通俗的场合 可以用第一个 我们读一遍的好了 give up 这个相信大家最熟悉 放弃还更动词 abandon abandon只不过比这个give up 更为正式一些 也是放弃 用在比较庄重正式的场合 在第十课我们出现这个口令 叫弃传 abandonship abandonship 就成为这个词也是放弃的意思 还有一个比较正式的词汇叫的 RENOUNCE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这词 renounce 这个词也叫放弃 但这个词只不过呢 表示正式的宣布放弃某个东西 不是在心里默默的说 而是当众宣布 以后我不做某个事了 咱们看一些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renounce smoking and drinking 就正式宣布戒烟戒酒了 就是把全部的同事 亲戚朋友都召集到一块 宣布以后 我李延龙 我就再不抽烟 再不喝酒了 再抽烟再喝酒 我是孙子 这种我们就可以用这个RENOUNCE 正式宣布放弃某个东西 可以 但我们说话又文雅一点 但是确实放弃 可以这么说 再比如说还有一个放弃 就放弃自己的领土 咱们就割让 这个词可以跟老师同时读一下 搭上来便 seed seed 这是放弃自己国家的领土 一般咱们反映成疙瘩 比如说看他例子 Hong Kong was ceded to Britain after the open war Hong Kong是香港了 香港在鸦片战争之后 被疙瘩给了英国 注意这是其无动词 我们再读一下 seed 后面这个open 我们作为常识知道就行了 表示这个毒品的鸦片 鸦片战争 the open war就好了 好 这里我们看到这个重点词 牺牲 记住搭配 以及相关类似一些进一词 这个重点词 我们就学到这 好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个比较重要的词汇 叫做特权 特殊的利益 特殊的好处 注意 中音 我们跟老师先大声读一遍 privilege 注意字母V出现 一定是上牙 处下 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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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前面 再来一遍 privilege privilege 好 这个叫特权 或者特殊的一些好处 咱们先看这个词该怎么使用 它的常见搭配有这么几个 第一个咱们叫享有特权 enjoy a privilege 享有一个特权 还有相关的叫abuse a privilege 叫做滥用特权 abuse是滥用的意思 享有特权 滥用特权 特权是一般少数人才具备的权力 但是一般人都有的权利呢 注意是利益的利 不是力量的利 如果是权利 力量的利 那一般我们用power这个词 如果一般的利益 那个利益呢 咱们叫right 你像这句话 就把这个差别看得清清楚楚了 叫什么呢 education is a right not a privilege 怎么翻译呢 教育是一种权利 而不是特权 这个利是利益的利 每个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 但是特权可能只是少数 特殊的人才具备 就好了 那么这是privilege 一些重要用法 还有一个重要习语 咱们看到之后 顺便可以把它记住 就是have the privilege to do something 什么意思呢 叫有幸做某事 很荣幸做某事 我们看看例子 下面我们看看这个 李克强总理 在世界经济论坛 这个讲话上 这个我们看 说的这么一句话 翻译成英语了 他这么说 Today I have the privilege to speak at this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forum on behalf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大家可能还记得 我们在第三课 刚刚讲过一个搭配 叫on behalf of 表示代表 是个借词段语 还记得吗 那么今天 我很荣幸 就有幸了 代表中国政府 在这个重要的国际论坛上 发表讲话 这个forain 表示论坛 就好了 注意 have the privilege to do something 叫很荣幸 有幸 做某事 在一些正式的 尤其是发言的场合 咱们说起来 显得特别有学问 这个 当然比尿尿 那个有学问 又好得多了 可以把这几个 同时记住 这是特权 这个重点词汇 我们看到这 好 下面一个 比较重要词汇 就是我们看看 公司 这个词 跟老师大声带读一遍 Corporation 再来一遍 Corporation 叫做公司 这个公司 一般用在公司的名称 或一些庄重场合 一般口语中 咱们不太喜欢 说这么大个的词 多音节不好说 看一些简单例子 比如说 跨国公司 这个用的多 咱们叫 Multi National Corporation 这个Multi 咱们以前在单词中见过 Multi是一个字头 表示很多的 在很多国家 有分支机构的 叫跨国的 Multi National 跨国公司 叫Multi National Corporation 就好了 那么相关的 我们再看看 指公司呢 还有其他的一些 类似词汇 尤其是在阅读真题中 常见的一些替换 比方说 我们可以用company 这个大家最熟悉 还可以用名词 firm 注意在这 是名词 表示公司的意思 还有像business 可以指公司 没错 还可以用名词 concern 注意 都是指公司的意思 我们跟老师一 大声来读便 company firm business concern 都可以表示公司 注意在阅读中 看到的是做名词 都有这个意思 那么公司 还有一个比它意思 更宽泛一点的词 咱们叫企业 就是连公司带工厂 咱们都能叫企业 我们大声对下这词 enterprise enterprise 叫做企业 我们把几个常见的呢 一块来看一看 比如说外资企业 它叫foreign funded enterprise 由外国人来投资的 这个fund 做动词来用 可说投入基金的意思 我们大声对下 foreign funded enterprise 好 这叫外资企业 再比如说我们说 这个合资企业 那么joint 做形容词 叫联合的 共同的 venture 在这可以表示 投资的意思 共同投资 叫合资企业 我们跟老师大声来一遍 joint venture enterprise 再来一遍 joint venture enterprise 好 这叫合资企业 再比如说下面那个 我们叫这个 这个国有企业 现在我们在报纸上 经常看的一个缩写 叫soe 我们知道soe 代表的是国有企业 它是三个单词的缩写 放在一块 是state owned enterprise 被国家所拥有的 这个企业 但注意联读之后呢 state owned state owned 这个t跟后面 连到一块 我们大声读便 state owned enterprise 再来一遍 state owned enterprise 好 这叫国有企业 那我们再看看 我们新东方学校 属于私营企业 私人企业 是用这个词 私人的 咱们在前面见过 我们大声读一下 private enterprise private enterprise 这叫私人企业 我们看 在第一课 是不是见过 private collector 叫私人收藏家 有吧 还有我们看 乡镇企业 乡镇规模的 叫township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township enterprise township enterprise 这叫私人企业 好 这是我们把这个 公司企业相关词汇 我们把它做一个复习 看完之后 我们希望大家大声读物便 直接就背起来 好 第四课 我们把声词和短语 跟老师就学习到这儿 我们俩带来 我们一起入坏